大河,古建筑哪方面让人最真情呢? 呃,应该是建筑使用的技术吧 很多建筑技术至今也未必能破解 不信往下看看吧 金字塔石棺 阶梯金字塔被发现于萨卡拉 然而考古学家在古金字塔下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世界 藏着24个重达70至100吨的巨大石棺 石棺是由一整块花钢岩组成 石棺盖子非常完美 表面像玻璃一样光滑 且图案精致对称 即便是今天的技术 也没法切割出如此完美的石头 真想知道埃及人是怎么做到的 莱克格斯杯子是1600年前 由罗马人制造 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纳米材料的器物 它是由玻璃制成 当光线从前面照射到它时 它看起来是绿色的 但当光线从后面照射进来时 它看起来是红色的 科学家一直百思不得其切 直到2000年才发现 杯子玻璃中含有纳米级别的金鱼 银的合金金属颗粒 会吸收光并产生公正 从而使其看起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即便是今天 也没办法制作出这样的杯子 德里铁柱 德里铁柱耸立在新德里一所清真寺 铸造于约1600年前 地面部分高7.25米 约1.12米是埋藏在地下 重6.5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根铁柱一直露天放置 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吹雨打 却闲又秀记 耐服食性高达99%堪称奇迹 直到现在 科学家也没有找到 能够防止铁器生锈的有效办法 难道古代的印度人 早已掌握了 演练不锈铁器的技术吗 巴尔贝克神庙 巴尔贝克太阳神庙位于黎巴嫩 是世界著名的名胜古迹 至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 54根柱子支撑着巨大的屋顶 虽然今天主体部分已经坍塌 但是残存到宏伟规模 仍使人惊叹不已 其中最大主体石柱 长于20米 但重量达到了80吨 相当于36辆越野车的重量 在神庙下方拥有着25块整石 每块石头重达450吨 更让人震惊的是 神庙下方用三块石头作为地基 每块石头的重量为800吨 相当于两辆波音747的重量 那么当时的施工人员 是怎么把巨石运过来的呢 又是怎么把神庙煎起来的呢 当时并没有其中积合卡车 即便是现代的技术 也很难完成这样的建筑 科学家猜测 也许是古人通过绳索脚盘和杠杆系统 把石头柱子吊起来 然而在神庙一公里远的地方拥有一个采石场 考古学家猜测 也许建筑材料来自这里 但是最大一块主体石柱长于20米 达到4米的宽度 单单是切割石块已经很难了 更何况这块石块重量为1000多吨 相当于三架波音飞机 或者160头非洲大象的重量 另一块石块重量达到1200吨 没有人知道不具备任何高科技的古人 是怎么完成这样庞大辉煌的建筑 如果你知道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大可看奇闻 关注我每天带你看奇闻趋势